10月7号 一年一度的墨尔本杯 在弗莱明顿马场盛大举行 吸引了全国8万多人到场观看 华丽亮眼的礼服和头饰 将看台装点的五彩斑斓 此前 墨尔本杯的主办方宣布了一项着装新规 首次允许男士穿着短裤 这让人们得以在炎热的天气中感受到一丝清凉 对于很多澳洲人而言 墨尔本杯的重点不在比赛本身 而是给大家一个享受欢乐时光的理由 下午三点 重头戏的赛马准时开跑 去年的冠军骑士马克扎赫拉 侧骑被称为不战而胜的三号马匹 连续第二年赢得墨尔本杯 而赛场外 动物权益保护人士则聚集在一起 呼吁停止举办赛马 根据赛马保护联盟的数据 在上一个赛马年度中 至少有160匹马混沌赛道 在康培拉另一场抗议赛马比赛的活动也在进行 像往年一样 今年的墨尔本杯 在欢腾的热闹氛围中落下帷幕 而围绕动物权益保护的争议 还将持续很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